现年64岁的台湾综艺大佬胡瓜 有过两段婚姻 她与前妻秀秀生下了一对子女 可惜夫妻俩没有能走向白头偕老 2001年正式离婚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 外界众说纷纭 终归也算是和平收场 没有交恶 离婚之后 胡瓜又再婚 双方因为有子女的牵绊 所以依然保持往来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还是会一起出席互动 但日常就很少看到有互动 同框的画面 这两年两人的女儿小珍 不时的晒出和家团圆的照片 看来彼此的关系已经慢慢完成了转变 成为了朋友 碰头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尴尬 8月8日是秀秀的生日 恰巧也是台湾地区的父亲节 胡瓜一家还有的聚在一起了 名义上是为秀秀庆祝生日 胡瓜的儿子胡适安释出了一家四口团具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是胡瓜与秀秀的单独合照 两人的跟前摆放了一个黑森林蛋糕 秀秀一只手搭在了胡瓜的肩膀上 而两人当天身穿的衣服还挺相衬的 若是不说 看起来还真像老夫老妻 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 在于胡瓜与秀秀终于单独同框了 过去两人偶尔同框的时候 身边必然有子女在场 双方估计还是有避讳 尤其是胡瓜 毕竟已经在婚了 也不想引发外界不必要的猜想 说起胡瓜与秀秀的昔日的那段婚姻 就如开篇所说的就是众说纷纭 一度成为话题所在 胡瓜与秀秀结婚的时候 她还没有成名 那时候胡瓜23岁 秀秀18岁 称得上是早婚 不过这段婚姻一路走过来并不是太顺利 由于胡瓜是艺人的身份 所以秀秀一直都没有太强的安全感 结婚第一年秀秀就受不了胡瓜早出晚出的工作特性 提出了离婚 后来还是胡瓜极力挽回 两人才继续走了下去 婚后夫妻俩先后生了一女一子 想着靠孩子来维系夫妻感情 不过似乎不太现实 秀秀始终对胡瓜并不是太信任 1999年胡瓜接下了拉斯维加斯的工作 秀秀担心胡瓜去赌钱 两人因此吵架 她又一次提出了离婚 当然最后还是勉强走了下去 因为孩子 关于两人的感情 胡瓜受访时表示过 走到最后两人的交集越来越少 秀秀因为要照顾孩子早睡早起 而自己工作的关系是晚睡晚归 这导致彼此的生活方式 兴趣 想法有着越来越大的分歧 也就是说两人的感情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破裂 但是为了孩子 一直没有提离婚 直到小珍18岁的时候 两人才正式离婚 2001年胡瓜与秀秀离婚的消息被曝光 引起了一片哗然 关于离婚这件事 当时两人的口供不一致 秀秀根本就不知情胡瓜会公开离婚的消息 所以在受访时还一度失口否认 坚持两人关系正常 一度令场面尴尬 而胡瓜选择在2001年与秀秀离婚 也有她的打算 除了女儿已经成年了之外 也因为她在2000年的时候 就已经与女艺人丁柔安交往了 两人交往的时候 胡瓜还是有夫之夫 就算如她所说 与秀秀的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但是在名义上两人依然是夫妻 这一点就非常尴尬 事实上胡瓜当年公开离婚的消息后 丁柔安立即成为了把心 外界的矛头指向了丁柔安 镇定她是破坏胡瓜与秀秀之间的第三者 胡瓜是为了保护丁柔安才决定离婚 总之关于胡瓜离婚的原因 各有各的说法 而胡瓜在离婚后算是为了避嫌 一直到2014年 也就是离婚13年后 才正式迎娶了丁柔安 回头再来说胡瓜与秀秀的关系 对于离婚这件事 秀秀虽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不满 不过当时她的好友李明依 多次为她出头 说出了很多抱怨的话 来指责胡瓜与丁柔安 前台词就是胡瓜出轨背叛秀秀 而在离婚之后 胡瓜给对方开出的条件也非常好 孩子的监护权贵女方 她负责抚养 两人财产一人一半 而孩子每一年的居额学费 保险费都由胡瓜负责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秀秀实际上也没有与胡瓜闹翻 女儿小珍结婚的时候 两人还一起同框 谁是谁非恐怕已经不再重要的了 毕竟离婚已经21年了 恩怨早就随风了 彼此都已经各有各的生活 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何况本来就没有建立在交恶的基础上 又都是两个孩子的父母 在一些结婚的时候 也还是会碰头 关键还是秀秀也接受了这样的相处模式 所以发展至今 胡瓜与秀秀就变成了朋友这般 才有了这张罕见的两人合照 而去年胡银针迎来生日 已经离婚的父母合体为她庆祝生日 胡银针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一段视频 并配文称 兽型专属 曝光的画面中 一家人现身KTV 穿着黑白色长袖衫的胡瓜 大开金口唱情歌 唱的正是是自己的代表作 你依然在我心深处 尽管她很久公开唱这首歌了 但唱功一点没退步 女儿胡银针称赞她瓜还是老的辣 胡瓜前妻秀秀也出镜了 她穿着灰色卫衣 头发随意扎起来 造型简单单难掩气质 年纪不小的她 皮肤仍白皙紧致 身材苗条纤细 状态实在太好了 负责拍视频的胡银针问妈妈 老爸唱的怎么样 秀秀夸奇 帅帅帅 当胡银针问完想离开时 秀秀要求把镜头转回来 满脸笑容的说道 我前夫 我前夫帅帅帅 有趣的反应 让胡银针忍不住留言 我妈怎么那么可爱 网友们纷纷大赞 简直是夫妻离异后的典范 也有人问 丁柔安呢 事实上 胡瓜已经再婚 但这次的聚会 现任妻子丁柔安依旧没有露面 虽然胡瓜已经再婚 且与秀秀离婚长达20年 但两人仍维持着亲密的关系 过去受访时他曾自曝 每个月以及逢年过节 他都会跟秀秀见面 丁柔安也痴情 当时 也有网友在评论区提起丁柔安 还指责他是第三者 胡银针无奈地表示 大家不要模糊焦点 事后 丁柔安被问心情是否有影响 他说不会受影响 还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看得出来 他对老公与前妻目前的关系 看得云淡风轻 近些年劳模胡瓜疾病缠身 六年内开刀三次 幸好全是小手术 胡瓜原来是一名普通的舞蹈老师 因为口齿伶俐 反应敏捷 他得到张飞的赏识 对方邀请他一起主持秀场节目 他果然没让张飞失望 两人搭档默契十足 总能引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在合作了10年后 胡瓜与张飞正式分道扬镳 并各自进军电视圈 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 两人在电视圈混得风生水起 先后主持了多档收视很高的综艺节目 与张小燕 吴宗献并称为三王一后 对于内地观众来说 胡瓜让人印象最难忘的节目 应该是90年代风靡一时的香精节目 非常难捋 节目中 他的语言幽默 与嘉宾互动有趣 看得观众如痴如醉 一到播映时间就蹲守在电视机前 如今 已进入花甲之年的胡瓜 依旧是娱乐圈的香波波 手握多档节目的资源 其中 由他主持的游戏节目综艺大集合 不仅收视高涨 还多次入围金钟奖 沉寂斐然 不过 他似乎对做节目产生倦意了 去年曾自爆想退休 最近 他多次缺席综艺大集合的录制 这让人不禁怀疑 他的身体负荷 不了高强度的工作 想紧词了 昨日 胡瓜进摄影棚录制某节目 大方回应了外界对于他的猜测 曝光的近照中 他上身穿着灰色外套 下身搭配深色裤子 脚蹬运动鞋 打扮年轻有活力 已经64岁的他 皮肤紧致少皱纹 身材略显发福 但不算太臃肿 脸色红润 精神奕奕 只是 他的年纪始终不小了 身体出现小毛病在所难免 胡瓜表示 录制这个节目快七年了 感谢节目让他认识很多医生朋友 在医生们的提醒下 六年来他做了三次手术 把身上的小毛病根治 以免夜长梦多 他坦言 前阵子脚步出现不规则黑痣 连续被不同的医生建议最好切除 担心患上皮肤癌的他 立马入院做手术 除了黑痣 他还有肾结石 脂肪瘤 以及指甲内嵌等毛病 现在也一一解决了 他感叹道 有小问题就要及时处理 不然变成大毛病就麻烦了 胡瓜进录影开放媒体探班 外景节目身经百战的他坦言 有次玩游戏 因姿势不良导致追肩盘移位 还一度留下后遗震 胡瓜一集当时心有余悸说 有次拉轮胎 没有照深度拉 一百多公斤的轮胎 我跟郭忠祥要一起拉 我没有蹲 直接拉 那天晚上不得了 回来在高铁不能动 差点要坐轮椅 追肩盘跑掉 不得不说 胡瓜真的是一个很注重健康的人 难怪能成为娱乐圈的长心术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欢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